她是一个极端焦虑的母亲 孩子只是有点兔脉 她就着急地抱着她去找医生 然后严格尊重医嘱行事 孩子三岁那年 不小心感染病毒有点发烧 她便一直守在身边 隔几秒钟就要去翻动她的身体 想要看看她的体温 明明喂完药还不足一小时 她又开始倒止磕糖浆 变态畸形的母爱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越发严重 女儿的身体明明很健康 也要每天定时夕阳 有一天 天性爱玩爱热闹的孩子 跑到门外和邻居小孩玩蹦床 女人看见后如临大敌 立即冲出去阻止 吓到女儿从蹦床上摔下来 磕破了脑袋 这使得女人的焦虑值被放到最大 从此再也不许她走下轮椅 渐渐地 女儿坐轮椅的行为 在她嘴里演变成了肌尾缩 同时患有白血病 癫痫 唐过敏等十几种病症 她也成了邻居眼中好妈妈的代表 每天起床 她都会耐心地把女儿的头发剃光 露出光溜溜的脑袋 然后拿出一个粉色小镜子 告诉女儿 她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然而吉普希并不配合 处于青春期的她 已经知道了什么是美 什么是丑 怎么能高兴起来呢 这天 社区搬来了一家新邻居 有一个和吉普希差不多大小的女孩 在报道中知道了她们的情况 非要上门拜访 吉普希听完充满了向往之情 女人没有办法 只好离开 装作惊喜地将空间让给了她们 第一次和同龄人相处的女孩 乖巧地坐着不动 任由她在脸上比比画画 然后看着镜子里那张陌生的脸 第一次露出了真诚的微笑 不放心的母亲 一直躲在门外徘徊 手里有一下没一下的清洁楼梯卫生 等邻居女孩离开家后 她立即原形毕露 上手摘掉吉普希的眼镜 要求擦掉脸上的妆 理由是她的年纪还太小了 不该化那么重 在母亲的吉言利色下 吉普希不甘地接过湿毛巾 打一棒子给一颗枣 是弟弟对女儿常用的手段 每次吉普希都会放弃为自己电波 乖乖听话 即使心里很不情愿 她也会接受 毕竟母亲那么无私地爱她 这天 弟弟把女儿装扮成宝宝的样子 推她出门散步 偶遇邻居们聚在一起晒太阳 在他们的热情邀请下 弟弟无奈接受 只是眼神从未离开过女儿 忽然 邻居女孩递给吉普希一瓶可乐 她立即冲过去 翻找随身携带的肾上腺素笔 被告知吉普希没有喝食 女人尴尬解释道 孩子今年已经近六次急诊了 丝毫没有顾及到女儿脸上的难堪 她总是在不经意间 将女儿塑造成没有灵魂的宝宝 以体现她作为母亲的伟大 吉普希被吓死了 保证以后绝对不碰甜食 然而 总有例外 在社区举办的一次聚会上 吉普希落单了 恰巧旁边就是香甜的奶油蛋糕 诱人的香味不停往她的鼻子里钻 吉普希呆呆地看着 不知做了多少心理斗争后 终于伸手了 她小心翼翼地抠了一块奶油 放进嘴里慢慢品尝 是一种幸福的味道 弟弟疯了试地冲过去 拿出肾上腺素笔扎进她的大腿 在大家无比惊讶的目光中 她推着轮椅去急诊室了 整个过程十分流畅 仿佛重复了千万次一样熟练 作为当事人的吉普希 这次却在医生口中听到了另一个真相 所有的一切 不过都是母亲的一面之词罢了 听着母亲喋喋不休的关切 吉普希面无表情 决定以身犯险 亲自试验一下 她真的对糖过敏吗 女人将披萨和牛奶混合 搅打成绵密的流状物 倒进凉杯中 再拿出一管针筒 点头示意女儿插好导管 做好周全的准备后 她将吸取的食物通过导流管 直接注射进女儿的胃里 据弟弟的说法 是因为女儿自小身体不好 被切除了唾液线 导致无法完成自我进食 喂完饭后 她又来到打开柜子门 从里面取出琳琅满目的药品 服侍女儿喝下 又细心地擦拭身体乳后 才将她送到床上躺着 戴上呼吸面罩 像红宝宝似的将她哄睡后 弟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 她重新打开柜门 取出自己要吃的安眠药 一口闷后 心情愉悦地来到梳妆台前 掏出心道的善款 好心人捐了足足有1500元 只要女儿一直疾病缠身 她就能一直不劳而活 满足地笑笑后 弟弟安心地上船睡觉了 当她进入深度睡眠 一直熟睡的女儿睁开了眼 她一直假妹等待时机 反复确认母亲真的睡着后 吉普希摘掉呼吸机 一咕噜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缓缓踩到地板上 然后灵活地转了转脚踝 静止朝冰箱走去 很显然 吉普希不能走路是个谎言 骗上款的计谋罢了 这是母女俩达成的共识 吉普希取出奶油 回想着昨夜急诊科医生的话 毫不犹豫地走向餐桌 从上方的柜子里 拿出备用的肾上腺素笔 与奶油瓶排排放 然后她深吸一口气 挤出一大坨白花花的奶油 勇敢放进嘴里 静待过敏症状的到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从指尖流逝 吉普希完好无损 妈妈骗了大家 也骗了她 她不明白 好像又有点明白 或许跟作伦一样 只是为了更好骗取他人的同情 得到更多善款吧 当她重新回到房间时 熟睡的母亲进醒了 面无表情地坐在床檐上盯着她 吉普希被吓得一机灵 顺从地回到床上 重新带上呼吸机乖巧地躺着不动 吉普希成功逃过一劫 发现自己对糖分不过敏后 在黑夜的掩护下 她开始了一个人的狂欢 每次母亲熟睡后 她都会悄悄来到客厅 取出大瓶的可乐 放肆地喝着 眼睛盯着电脑 偷偷学习一些美妆技巧 看时间差不多了后 她又开始挨个清除浏览记录 收拾吃甜食制造的垃圾 一次都没被发现 然而肆意妄为的后果是 她的牙齿出现问题了 只是轻轻一碰 吉普希就疼得受不了 好好的牙齿不会无缘无故坏掉 弟弟猜测 这是摘除唾液线的后遗症 胃酸回流被灼坏的 于是她抱着女儿过往的病例 匆匆赶往儿童医院求助 见到医生后 弟弟带医生翻阅孩子的过往病例 诊断出吉普希胃酸回流 请注意看 下判断的人是弟弟自己 而不是医生 他一贯喜欢自作主张 强势要求医生按照他的想法进行治疗 医生尴尬地笑笑 然后打断他的话后 说 医院来了一位新的肠胃病专家 他可以为他引荐一下 女医生对吉普希进行了细致的检查 发现他的牙齿问题很严重了 但不是胃酸回流造成的 应该是口服大量甜食的后遗症 弟弟立即打断专家的话 不停重复孩子对糖过敏这件事 怪异的表现 引起了女医生的怀疑 于是他顺着弟弟的逻辑 要求他出示吉普希糖过敏的病例 弟弟闻言慌了 胡乱翻了翻手里的资料 连忙解释道 上次家里遭遇飓风后 他们丢失了不少病例资料 现在找不着了 然后带着女儿匆匆逃了 他的话没有说服力 医生开始调查吉普希的过往情况 他怀疑孩子被医疗虐待了 然后拨通了儿童中心的电话 工作人员立即上门调查 弟弟透过窗户 看到了来势汹汹的工作人员 他立即警惕起来 将孩子推回房间藏起来 为避免多声事端 他还给吉普希喂了两颗安眠药 才放心地给工作人员开门 工作人员表明来意后 开始在房里走动 观察吉普希的生活环境 然后提出想要见一见当事人 弟弟无法推脱 只好将女儿推了出来 此时安眠药已经开始生效 吉普希昏昏欲睡 看起来不是很聪明的样子 与七八岁的孩子无异 工作人员想问也问不出什么 只好回去了 弟弟顺利逃过一劫 同时收到慈善中心的来信 吉普希获得了年度儿童的称号 需要出席颁奖典礼 这意味着将有大笔的善款入账 母女俩都对此充满期待 但医生没有放弃 她给治疗过吉普希的医生挨个打电话 咨询了解她的就诊过程 发现共同的特点是 他们都没有实际确定过她的病症 在弟弟的胡奖蛮缠下 只能根据她的说法进行对应的治疗 这很不对劲 于是专家打通了弟弟家的电话 以免费为她更换导流管 约她在医院见面 有便宜不战是王八蛋 弟弟感激涕零 答应颁奖典礼结束后带女儿去医院 为了能完美的出席典礼 吉普希也决定暂时放弃可乐 好好保护牙齿 女孩正在刷牙 八大一声传来 一颗血淋淋的牙齿掉落下来 因为吃太多糖 她的取齿越来越严重了 母亲知道后 立即给窗户贴上磨砂纸 不想被邻居看到房子里发生的事情 然后推着她来到儿童齿刻拔牙 未经吉普希的同意 医生开始给她注射麻醉剂 他的意志敌不过麻药的威力 吉普希沉沉睡去 医生趁机拔光了她的所有牙齿 几个小时后 麻药的效果退去 吉普希被痛醒 她迷迷糊糊地起床 坐到轮椅上 突然意识到牙齿被拔了 她疯狂地推着轮椅来到镜子前 看着红肿的双唇 以及被拔光牙齿 只剩黑色窟窿的嘴 爱美的女孩差点崩溃 母亲却表现得若无其事 一边帮她擦拭身体 一边轻飘飘地说着毫无说服力的话 然后挥舞着手里的投杀 为她准备参加年度儿童颁奖的服装 自己现在那么丑 吉普希说什么也不愿意参加 然后拔掉导流馆 表达自己此时的愤怒之情 突然变脸的母亲 将无助的孩子吓得够呛 吉普希从来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颁奖典礼那天 她被妈妈打扮成娃娃的模样 精心准备的蝴蝶结和粉色的口红 趁得那一嘴窟窿愈发滑稽 其中无奈与心酸 只有吉普希一人才知道 弟弟向女儿展示完绝对的权威后 直到临上舞台前 才从兜里掏出早就到了的假牙 给吉普希戴上 她的好名声 一直都是踩着女儿的痛苦得来的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 他们微笑着携手来到镜头前 又是一副母慈子笑的画面 主持人想要吉普希发表一下感想 弟弟立即霸道地抢过话筒 述说着自己一个人待她的不容易 得到大家的认可后 她将话筒递到吉普希面前 暗示她唱歌 热闹非凡的颁奖典礼 在母女俩温暖的歌声中落下帷幕 从颁奖典礼离开后 她带着女儿转站儿童医院 接受医生免费更换导流馆的馈赠 专家早有准备 以他们还没有挂号的油桶 吃走了弟弟 获得与吉普希直接对话的机会 为了检测她是否糖过敏 她拿来一瓶可乐 放到小姑娘的桌子上 轻声鼓励她勇敢地尝一口 吉普希垂涎欲低 却极力克制自己的欲望 自小在母亲权威中长大的女孩 踏出这一步谈何容易 专家失策了 吉普希也失去了说出真相的机会 她沮丧地回到家里 看着房间里堆成山的玩偶 露出迷茫的眼神 她的人生难道就只能这样了吗 无论多大 无论身体是否健康 都被当初智障一样生活 直到老去 死去 母亲与她的心境截然相反 看着心境账的一大笔钱 她觉得生活全是阳光 充满了希望 夜晚是保护色 吉普希只有在这个时候 才能做真实的自己 她不停浏览网络上的消息 像一个汲取营养的幼苗 源源不断地从中获取营养成分 然而网络上的东西 向来复杂而且良有不齐 若没有正确的引导 非常容易走偏 这一天 吉普希搜到了附近的一个漫展 对此充满了期待之情 甚至不惜暴露自己会化妆的事实 也要说服母亲带她去玩 面对母女间的刀光剑影 吉普希早已应付的炉火纯青 成功绕开弟弟的语言陷阱 并哄得她开心 答应带她出门看漫展 但她身上的衣服被否决了 得穿幼稚的公主裙 才能显现出不太聪明的样子 不会被邻居发现端倪 吉普希很不情愿 爱与母亲说一不二的权威 她只能换上她 继续将自己收拾成智障的样子 在这个奇异的世界中 她遇到了想要携手一生的爱人 有爪子的金刚狼大叔 慢展上看见心仪的男生 少女选择主动出击 她立即拉紧绳子露出腰线 然后扒拉下袖子 露出两侧圆润香滑的肌肤 看起来稍稍有一些女人未后 女孩迈出勇敢的一步 来到摊位前装作问架进行搭讪 成功搭讪话的女孩 脸红心跳 小鹿乱撞 于是借着自己无害的外表 开始缠着男人说话 打探她是否已经有女朋友了 得知她是一个单身男后 立即暗搓搓地表白 斯科特是一个成熟的男性 没有把吉普系看作真正的女人 只当成是玩笑话 嘻嘻哈哈地糊弄过去 这时 他们来到一处排长队的打卡点 吉普系看见后充满了兴趣 并凭借年度儿童的身份获得优待 不需要排队 越过众人优先享受 金刚狼大叔温柔地将她抱起 放到汽车后座上 整个过程是那么的浪漫 简直就是吉普系脑海中公主与王子的样子 她沉醉了 愈发打定主意要得到她的青睐 但她高兴还没太久 上完厕所的母亲找过来了 简单介绍对方后 吉普系只能在母亲的眼刀子下 与金刚狼大叔一一惜别 庆幸的是 他们在之前就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 弟弟睡着后 吉普系故技重施 先是浏览了一些男女恋爱的技巧 然后偷偷登陆网页 准备注册一个专属账号 但出生年月日的选择却令她为难了 究竟是1991年出生 还是1995年呢 她把握不准 于是壮着胆子翻开母亲的背包 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证明 明确地写着是1991年出生的 吉普系没想到 母亲连她的出生都是一个谎言 为了是什么也很好猜 还不是钱吗 只有进行年龄造假 让她永远都是儿童的身份 才能源源不断地领取慈善金 吉普系看着熟睡的母亲 心绪十分复杂 因为知道被揭穿的后果 更显无力 因此种下一颗叛逆的种子 她偷拿了善款 趁着母亲给汽车加油的机会 夹带私活 偷偷买了手机和电话卡 迫不及待给金刚狼大叔发信息 更令人惊喜的是 无所事事的大叔立即回了信息 这让情窦初开的女孩 误会对方也在偷偷爱着她 发信息包电话周 成了吉普系的日常 然而今天却出问题了 她发出去的信息 迟迟没有得到回复 反复打了几次电话后 才被告知 大叔在回家的路上出车祸了 现在一个人待在急诊室 吉普系瞬间急了 完全顾不上装病骗钱的事 带着一顶假发 直接走进了急诊室 看着一脸猛的男人 她迫不及待自爆身份 然后黏沥沥地扑到她的怀里 学着母亲的样子照顾男人 甚至跟着她回家了 一进门 吉普系便开始疯狂表白 弄得男人手足无措 渐渐在她的主洞中沉沦 睡梦中醒来的女人 看到了女儿留给她的纸条 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她立即给认识金刚狼的邻居电话 索要她家的地址 即将有所进展的两人 被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性质 打开门 弟弟站在外面 满眼哀怯 看着哭得伤心的母亲 回想起这么些年 她对自己无微不至地照顾 吉普系心软了 她又回去了那个牢笼室的家 只是这一次 家变成了真正的牢笼 他们刚进家门 弟弟就对她露出了真面目 癫狂地将她拖到床上 拿了绳子准备将她绑起来 吉普系奋力挣扎 母亲直接捂着她的嘴巴 然后跪坐在她身上 把她的两只手都缠上绳索 不能动她 做完这一切 弟弟的情绪也彻底崩溃 倒在一边痛哭出声 吉普系重获自由 看着母亲的样子 她只觉得悲哀 然后头也不回地朝门外走去 风感知到了她的心声 为她推开了通往自由的那扇门 吉普系跌跌撞撞地走过去 临门一脚 她退缩了 离开母亲打造的牢笼 她不知道自己能干些什么 从此以后 她的悲剧人生 也有她自己画上的浓重一笔 但回归家庭 对吉普系来说 不意味着做回乖乖女 那人任母亲打扮的真人玩偶 已经死了 她改变抗争的形势 知道软刀子割人才最痛 为了善款 弟弟只能默默承受 直到有一天 她的身体出现问题了 对女儿的掌控力进一步变弱 吉普系开始拥有更多自由 行为也愈发放肆 这个被弟弟把控十几年的假 开始失控 一步步走向解体 死亡 躲在窗后的少女 不停偷窥除草的猛男 看着露出来的剑瘦的胸肌 她情不自禁地吞咽口水 这是黑话后的吉普系的日常 自从被母亲拆散 与狼叔的恋情后 她便想尽办法折腾弟弟 不让谈恋爱 便每日偷窥门外的猛男 如果生理期来了 她也故意不跟母亲说 洗完澡后 血字顺着她的大腿流到地毯上 弄得脏兮兮的 逼得母亲不得不清洗她 在吉普系的折腾下 上了年纪的老母亲身体很快就垮了 经过医生的诊断 弟弟患了严重的糖尿病 稍有不慎就会死掉 看着苍老了不少的母亲 吉普系有点不忍心 于是不再像之前那样折腾她 学着母亲照顾她的样子 帮她注射胰岛素 久违的母慈子孝重新回归 但像春日结冰的河面 稍有风吹草动就会被打破平静 这天 无所事事的女孩 从邻居女孩那里 知道了一个交友网站 可以免费和上面的新衣男生网恋 吉普系心动不已 趁着母亲沉沉睡去的深夜 她又偷了一笔扇款 跑到商场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报名参加了交友活动 她的夜生活 重新变得丰富起来 甚至根据不同男性的需求 吉普系玩起了角色扮演的游戏 患者形象出现在网络上 时间流逝得很快 不知不觉迎来了18岁的生日 吉普系进入成年人的行列 意味着她将脱离母亲的掌控 获得真正的自由 但她想到被篡改的年龄 笑不起来 这时弟弟抱来送她的生日礼物 是两只天竹鼠 吉普系感到惊喜极了 她将他们抱在怀里爱不释手 殊不知这又是母亲的一个阴谋 她要用他们 又哄吉普系签下监护同意书 弟弟利用女儿设施卫生这一点 连哄带骗道 成年意味着需要承担责任了 若是他们骗善款的事情不小心暴露 她也需要为此承担责任 规避危险的唯一方法 就是吉普系签下监护授权书 这样的话 即使最后被揭穿了 也只需要监护人承担责任 全权母爱 即使是外人听了也会落泪的程度 重新感受到母爱的女孩 果然乖乖配合她 在授权书上签了她的名字 计谋成功的女人 高兴极了 特地奖励吉普系想看很久的目光之城 碰到大尺度画面时 弟弟仍旧会像对待不安适适的孩子一样 捂着吉普系的眼睛不让她看 殊不知她早已透过指缝 看得一清二楚 亲密镜头就像拧开的水龙头发门 打开了吉普系对性的渴望 夜晚的网路上 她穿得愈发清凉性格 很快引来一个男生的示爱 第一次被表白的女孩 犹犹豫豫地接受了视频邀请 透过网线 她见到了对方真实的模样 一个长相清秀的小男生 她告诉吉普系 她身体里有两种人格 善良的尼克和暗黑的维克多 但无论是哪一个 都会坚定不移地爱着她 如此浓烈的爱意 使得吉普系愈发沉迷网络不能自拔 她与妮可一直聊一直聊 即使困得睁不开眼也不挂断 这下糟糕了 不小心睡过去的女孩 暗中进行的一切都被母亲发现 弟弟无法相信看到的画面 看清聊天的内容后 她失控了 吉普系被客厅的噪音吵醒 当她匆匆赶到时 看到母亲正在砸她的电脑 吉普系也被彻底激怒 开始酝酿一个惊天大秘密 深夜的被窝里 她继续用手机给尼克发消息 顺着文字的指引 跨越时空 她仿佛与尼克真的会面了 在想象的世界里 他们一起完成了购合 以老公老婆称呼彼此 尼克成了吉普系最信赖的人 从想象中剥离后 吉普系缓缓打出一行字 约尼克到线下见面 在等待的日子里 两人的关系愈发亲密起来 真人扮演的花样 也越来越多了 沉迷网恋的女孩 每天晚上都会穿上黑丝 戴着五颜六色的假发件 网络男友 随着感情的升温 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线上见面 没有行动自由的吉普系 开始缠着重病的母亲 要去看电影 因为她已经与尼克约好 会在那个影院碰面 并以真诚赢得母亲的祝福 为了低印象的好感 她还给尼克网购了一件蓝色衬衫 不得不说 吉普系是有点脑子在身上的 因为现实中的尼克 实在很难令人觉得靠谱 他是一个病人 智商大概停留在13 4岁的样子 每天都无所事事 唯一的爱好便是捡石头 在当地福利机构的帮助下 尼克找到了一份披萨店的工作 他很认真学习 老板也很认真的教学 但智商有限 简单的烤披萨他也做不到 于是只能穿着广告服 在马路边上揽课 日子过得平淡无奇 收到吉普系记的衬衫后 他穿着它 与吉普系约定了见面的暗号 在女友逐字逐句的教学下 尼克学会了暗号 然后勇敢坐上前往春天式的汽车 弟弟也在女儿的软磨硬泡下 答应带他去看电影 这天 如吉普系预测的那般 他被穿上公主裙 打扮成智障的模样出门了 在影院的门口 他四处张望都没有找到尼克的影子 急得不得了 以口渴想要喝水的理由 故意拖延时间 就在他感到绝望想要放弃的时候 一抹蓝色身影映入眼帘 这场关于爱情与救赎的奔赴 终于迎来阳光 当他们望我的走向彼此时 这日的乌云来了 弟弟将他当成拦路的变态 快速逃离 尼克穷追不舍 一直追到空荡荡的电影厅 有那么多的空位子 他偏偏坐到了吉普系的后面 看起来更像一个变态了 在几番较量下 明确感受到被讨厌的尼克 愤怒地离开了电影厅 吉普系焦虑不已 电影放到一半的时候 他找借口溜了出去找男友 找到后 他疯狂示意他去洗手间 尼克跟了上去 十分顺手地把门锁了 蓬勃的爱意在这个狭小的空间窜动 带动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火热 吉普系终于可以做自己 他从轮椅上站起来 静置关了灯 然后脱下他的公主裙 平铺在地板上 与尼克发生了梦寐以求的关系 迟迟等不到女儿的弟弟 拖着那双因糖尿病肿胀的双腿 艰难地寻找着 他来到两人优惠的洗手间前 看着使用中的字样 顿住了 然后落寞地返回了影厅 里面正在发生什么 他早有预感 却没有推开门的勇气 承认女儿已经长大 失去掌控力 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电影已进入尾声 吉普系终于舍得回来了 母亲难看的脸色 使得他打了个冷战 心底直发毛 但脸上的蜜蜴难以掩盖 回去的时候 傻乎乎的尼克又沾了上来 他以为 这次总该被接纳了吧 毫不留情地呵斥 打破了尼克最后的幻想 只能看着他的心上人 被一点点带离他的视线 直至消失不见 暗黑的维克多开始复苏 只差最后一个契机 在此之前 他凭本能拨通了吉普系家里的电话 坦白了他和他的关系 追上门的挑衅有多令人愤怒 弟弟给出了他的答案 这次没有歇斯底里 吉普系在他充满威压的眼神下 回到了房间 乖乖坐在床上伸出双手 接受母亲的惩罚 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重获自由后 他再次与尼克联系 不过 不是为了爱恋和欢愉 而是召唤维克多 尼克体内那个暗黑的 不常出来的人格 得到他肯定的答案后 吉普系开始做准备 他在商场里看到一家打猎用品店 心中有了打算 见缝插针地找到机会溜走 逃离监控范围后 七绕八绕地来到店里 以为父亲准备生日礼物的借口 咨询相关刀具 在老板给他做介绍的时候 吉普系一眼相中红色手柄的尖刀 立刻掏钱买了下来 远远的 他就已经物色好了藏刀的地方 母亲气喘吁吁地找过来了 一个大谎言 需要无数个小谎言远回来 吉普系驾轻就熟 成功避开弟弟的检查 顺利将尖刀带回了他们的家 他骄傲地展示着战绩 将网络另一端的男人撩得神魂颠倒 计划该成熟了 可惜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他的维克多还需要一个月攒钱 才有资金坐车找他 女孩抱起母亲因病肿胀的脚丫子 开始耐心地帮他剪指甲 处理干净后 他又拿了一瓶粉色的指甲油 在他发肿的手指上 细致地涂上漂亮的颜色 他想要妈妈 打扮得美美地死去 为了不留有遗憾 吉普系几乎无条件配合他的要求 又乖巧地跟着弟弟 去医院更换了导流管 随着新的导流管被插进去 吉普系想 他总算全了两人的母女情分 黑夜悄无声息地降临 恶之藤蔓在蔓延 母女俩面对面躺在床上 弟弟的手倾抚着女儿的脑门 满眼爱意 对女儿说完这句话后 弟弟沉沉睡去 吉普系难受地直掉眼泪 但没有心软 回到自己房间开始收拾衣物 准备事后逃离这个家 突然电话响了 暗黑的维克多已经抵达门口 吉普系颤抖着手 翻出提前准备好的维生素 疯狂咀嚼 直到重新冷静下来后 他抓起尖刀 决绝地打开房门 将杀神维克多放了进来 两人相视无言 吉普系默默将手里的刀递了过去 像受到某种召唤似的 他们朝着弟弟的房间走去 吉普系没有勇气目睹杀死母亲的全过程 他给维克多指了指方向后 躲进了洗手间 不一会儿后 弟弟的尖叫声息来 声声刺耳 然后归于平静 做完之后 吉普系的情绪反而冷静下来了 他镇定地清理凶器 然后帮维克多包扎伤口 好像已经在心里预演了千万次 就他是需要奖励的 维克多立即整理他的床铺 然后将吉普系推倒 释放了一直被压抑的欲望 事后 吉普系为自由地自己化了一个美美妆 床上他一直想穿的小短裙 谨慎地调低温度后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种粉色小房子 坐上提前预约好的汽车 来到汽车旅馆 追逐他们想要的自由 狂欢的一夜结束后 他们准备乘坐汽车赶往尼克的老家 结果只有一根筋的尼克 只订了一张票 更不幸的是 这辆车已经满园了 下一趟有空位的车得在两天后 无奈 他们被迫停留 重新回到旅馆 并想要趁机吃一顿大餐 两人来到餐厅刚坐下 就发现两个警员模样的人走了过来 心虚的吉普系 掏出药瓶想吃瓶要镇定一下 不料越心急越出错 药瓶一咕噜滚到了地上 一个警员看见后 弯腰帮他捡起了药瓶 我给你换吃 寂静 死一般寂静的几秒钟 吉普系以为要被抓了 没想到光头警员将瓶子给他后 走了 顺利逃过一劫的女人 知道他们不能再这般随意了 于是他以游记的行事 将杀害母亲的凶器寄到尼克家里 但他依旧坠坠不安 害怕什么时候被抓到吃枪子 受到糟糕心情的影响 他对尼克也变得不耐烦起来 直接越过他 去楼下的贩卖机买食物 碰上了一对母女 小女孩哭着闹着要吃糖 母亲却无动于衷 吉普系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落荒而逃 他捂着脑袋回到房间 疯狂敲门 尼克却姗姗来迟 吉普系的坏情绪彻底爆发 面对突然大变的女友 智商停留在十三四岁的男人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他只能凭借爱他的本能 不停地保证 他会永远爱他 永远不离开他 在尼克毫无保留的爱中 吉普系的情绪渐渐得到贫富 坐上了回家的汽车 在晃悠中 他们开始幻想全新的生活 推开尼克的卧室门 吉普系发现他实在是想得太早了 乱扔的衣服 摆满桌子的小石子 空荡荡的冰箱 与他预想的家完全不一样 至少 至少 也该像母亲为他打造的粉色小屋那样吧 吃喝不愁 干净整洁 他以为 全天下的母亲都应该是这样的 为保自己的孩子 不就是作为母亲的职责吗 更糟糕的是 他们两人都没有钱 离开母亲 他如何才能活下去 成了对吉普系的巨大考验 他思来想去 也只有偷这一条路了 自小在母亲的熏陶下 这是他最拿手的活 吉普系在腿上缠绷带 装出受伤的样子 降低工作人员对他的防备心 然后趁他们不注意 偷拿摆放在货架上的土豆泥 拆掉外包装 塞进衣服里藏起来 再将包装盒放回货架上 全套动作行云流水 正当他感到沾沾自喜的时候 恍惚间 竟看到了母亲在不远处 浊浊地盯着他 夜路走多了总会撞见鬼的 借刀手刃生母的吉普系更加心虚 特别是男友的母亲 信誓旦旦地说 他的母亲有边缘心人格屎 吉普系对他的愧疚之情达到顶峰 忍不住辩驳道 尼克的父亲听完后更过分 直接当他的面告诫儿子 这种病怕是会遗传 请他务必要做好心理准备 抹黑与不屑 令吉普系感到无所适从 原来离开家 离开母亲 这个世界的恶意竟然那么大 他想家 想妈妈了 想要回去之前 一直想要逃离的粉色小巫 但要怎么回去才合情合理 能洗清是母的嫌疑呢 两个大聪明名思苦想了好久 终于有办法了 说干就干 吉普系登陆他和母亲共有的社交账号 模仿凶手的口吻 发布了一条似是而非的留言 故意给警方提供线索 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们忘记关闭实施定位了 地址被泄露 率先看到留言的人是邻居女孩 察觉到危险的女孩 立即报警 得到消息的警察破门而入 在动得像冰窟一样的房子里 发现了弟弟的遗体 他的后背被人捅了十几刀 死状惨烈 他的女儿吉普希却下落不明 根据邻居的口供 吉普希是个行动不便 只有七岁智商的问题人群 不可能是自己离开家的 唯一的可能 就是被歹徒劫持了 为了尽快救出无辜的吉普希 春天警方加大搜查力度 顺着网络留下的讯息 查到了尼克的家 大批武警持枪包围了这栋房子 要求他们交出吉普希 尼克的父母被吓得屁滚尿流 不敢相信自己的儿子 一个只有十三 四岁智商的智障儿童 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事实摆在那里 他们哑口无言 无从辩驳 只能让警方进屋搜查 知晓大事不妙的吉普希 已经利用时间差 跟尼克对好了接下来的口供 吉普希的智商远超尼克树北 本就不聪明的男孩 很快被绕了进去 认为自己杀害弟弟的行为是正义的 于是被警方逮捕后 他无所畏惧地承认了自己的作为 吉普希这边 面对警方的问询 他全盘否认 坚持自己受害人的身份 并且讲述自己被虐待的过去 企图能够引起警察 对他的同情和联系 从而逃脱法律的惩罚 法律从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他失策了 警方抽检包私后 认为吉普希并没有那么无辜 吉普希无法接受 他坚持自己无罪地论调 希望律师能帮他一把 但在大量的人证 物证下 吉普希已经成了公众眼中的冷血杀手 欺骗善款的大骗子 要想扭转公众对他的刻板印象 拿出他过往的病例单子 证明他是被母亲胁迫 被医疗虐待的 才有一线生机 但因为他之前签署过授权书 非直系亲属 不能看他的病例资料 现在唯一能帮到他的人 就只有亲生父亲了 从未见过亲生爸爸的女孩 忐忑地拨通了他的电话 没想到 他比想象中来得更快 从父亲这里 吉普希听到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他一直都没有抛弃过他 是他的母亲不愿让他见他的 一直坚持的信仰被血淋淋地撕开 吉普希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直到父亲拿出他们相处的一叠照片 原来在被遗忘的时光中 他的父亲曾经 并一直深爱着他这个女儿 只是母亲担心失去摇钱树 自小给他洗脑 让他生活在只有他的声音的信息检方中 将他拖入绝望的深渊 吉普希被母亲医疗虐待的遭遇曝光后 公众一片哗然 曾经声讨他的人一片道地支持他 因此在最后的宣判中 他被指控犯下二级谋杀罪 现已服刑超过十年 被爱情蛊惑的尼克被指控一级谋杀 宣判无期徒刑不得假释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也是一个警示 若是没有做好当父母的准备 请放过自己 也放过你的孩子